这是高雄市长城局9月20号到高雄市区勘灾画面 但当时外界关注焦点全放在他9月19号大烟水当天 人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坐镇防灾应变中心指挥 一直到隔天才勘灾 当时市长办公室主任曾文生 和观光局主秘赖瑞龙 在高雄市政行程表上 记载9月19号下午3点半 陈局在视察积水情形 假官认为他们设有违照文书罪嫌 已经侦查终结 提起公诉 高雄地院议审宣判 观光局主秘赖瑞龙判无罪 办公室主任曾文生判两个月有期徒刑 欢迎回来休息总会的挺商来做会 我们刚才出了一个题目就是 你用两个字就可以告诉蔡英文 他这次败选的原因是什么 不需要写万言书 太多了 两个字就好 好不好 你自己想好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来宾的答案是什么 校长说空洞二字 空心是coco讲的 分话是半可欣说 另外还有什么 被骗 小董说被骗 什么叫他被骗 蔡英文被骗 他其实蛮可怜的 第一个被三明治媒体骗 他认为这马上九 你看做得很难 人民挨红骗也 就是说我出来选一定是我当选 就好像他那时候A可华 他认为前民都反对A可华 我跟马上九辩论 我赢定了 所以他去一辩论 民调一做出来输 就输那么多 被骗就是 那就自己没有认识吧 没有认识清楚 他单纯啦 单纯 太单纯了 然后第二个被李登辉骗 李登辉说千请万请 李登辉说我来帮你 你帮你 哎呀 乖孙 结果票都跑到台联 台联拿了一百多万票 你看民进党有多少立委 因子漏选 被他们三明治媒体骗 被李登辉骗了 所以蔡英文还是太嫩了 就是因为这样而败 这些人都被蔡英文骗了 你知道他那个辩论之前 我听过他们党中央人 干部讲过 人家是叫他不要去扁的 不要扁 叫院长级的人先辩论 试试看那个市场 结果小姐非常有自信 没关系 我自己上阵 不准备 不认证 然后这个 他根本就小看对手 这一次他应该也是小看对手 所以校长就觉得说 就是因为空 就是空心菜 这三个字贴在身上 因为其实很简单 台湾人民 我选前 大概前十天我就一直讲说 这次选举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讲说 大概多少票 但是不能够 我有写下来 后来都应验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民在最后 总统大选这个格局里面 他会去思考 马总统是有些地方 我们也很有意见 但是你能不能做得比马总统好 人家会比较的 因为大家觉得说 他所说的没有中心事量 没有方法 所以是一个很空洞的人 所以倒退了 后来他说什么 他说我要做什么 我当然再告诉你 开玩笑 那就这样的很多的理性的选民是投不下去的了 所以范可卿讲的分化 其实就是他把财团弄出来的 就是这么简单吗 可是分化的感觉 秀连姐有血哦 我觉得 我觉得 以台湾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选举文化以后 你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政策 是大树法则 是大家共同的共识 的话 你是基本上选不上总统的 我觉得你选个市长 怎么立委 OK 但你要选总统你要共识 你真的要一个大树法则来看 我们这样想 ECFA是不是台湾大家共同的一个往前走的力量 你现在去反对它 基本上你就一大块票切开了没有了 你对中国的仇视 我不管你了不了解 我不觉得你不了解 只是你在民进党基本的概念当中是反中的 因为反中所以他才会跟台独吻合他的一个基本教育的 中心思想 所以你这一块又是切了 然后你在面对到宇昌岸的时候 所谓政治人应该清廉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陈水扁的那个时代的感觉 你对宇昌岸讲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切得到你的操守 你又不说清楚 又切了 台湾的共识是什么 什么叫台湾共识 我蔡主席我告诉台湾共识 就是那个冷板的林书豪 你敢反他吗 那个打人踹人的马基尔 你敢同情他吗 对不对 这是我们大家共识 很清楚 这个规则你还要基层党人才告诉你才知道吗 那也太逊了 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事情是要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总统这个规格的人 你真的要了解 大树里面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你一块一块切出去了以后 就没有票了 就80万个票就没有了 我在想整个的选举过程里面 因为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其实有些大家囤子都已经遗忘了 我们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选举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 你大概就可以归纳出来 他为什么会输 应该检查的是在这儿 你领18% 骂18%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 说适可而止 宇昌案的时候 你说 马英九用国家机器追杀 所以完全不回应媒体的提问 绿营就开始打 马英九的富邦云试验 马跟蔡明忠都出来否认 可是蔡英文说什么 你还是要讲清楚 苏嘉全岳付67万保费 苏嘉全说 最保守的理财方式 请你们不要追究我的财产来源 他的农舍案 苏嘉全说 程仁检察官也有农舍啊 红横珠看某男秀 绿营说 这是了解民情啊 哎 马英九你也有看辣妹哦 水果阅历两块钱的柿子 蔡说 有一斤两块钱的水势 只为图片的物质道歉 不分据名单 蔡说这是最漂亮的名单 陈营柱事件发言人始终 马密会陈营柱收了三亿现金 后来发现陈营柱跟民进党还比较好 蔡英文说什么 哎 马英九你还是要说清楚 国安单位勤搜蔡英文 使得吴敦毅早一步 跟一个台中市的议员见面 这个议员后来澄清说 你蔡英文才是临时约的 人家吴敦毅很早就约了 蔡英文说 勤搜造成了压力 所以不要为难议员了 绿营提供了织袜业者的照片 宣称说这个业者是挺菜的 结果业者出来否认 蔡英文说 哎呦 我们不要去为难人家当事人 我觉得民众不见得会了解 九二共事一中表 什么各表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呃 但是这些的事情出来 我觉得民众是有感觉的 这个很容易去了解 那了解了以后 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只有两个字 我觉得两个字 是民进党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提掉的 这两个字叫做品格 我觉得台湾人台湾的选民 其实是很重视一个是非对错 跟一个价值 基本价值的判断的 所以你有宇昌瀚 可以啊 讲清楚 你这个别人出了这些的案子 你自己出了案子 你不要再去勘托别人 所以整个整个这个选举 会不会觉得 就会不会觉得说 你一直还是在硬拗 勘托 要不然就是回避问题 转移焦点 死不道歉 其他这个人的 这个人格特质 基本上就是说 确实 确实跟人品是有关的 那宇昌案是 就到最后所有的都跟 这个品格有关 都有关 但是问题是 民进党人或是他身边的一些人 在他过去虚幻的那公众形象之下 就一直不肯脱掉他的国王心仪 到现在还是不肯脱掉 事实上他选后这一个月 一直到昨天为止 他所显现出来的 你讲的就是 不光明正大 对 然后就是硬拗乱掰 还是这样 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 就是说 所有的大家讲的 他不管是他分化 或者说他被骗 或者他空洞空心这些 最后都回过头来 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料 这个料是精神层面的 就是品格 在这个学士层面的就是格 所以他真的是 既无品又无格 没有中心思想的人 是没有是非的 他可以今天讲说 这个中华民国是离王政府 明天转过来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对 他可以说 这个田氏这个事情 出发生了以后 他可以去买一些很便宜的田氏 说 本来就有 这就是田氏 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 他觉得我只要这样做 可能对我有利 我就做了 那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人 就没有是非 没有是非的人就没有品格 所以还是回到这 我觉得大家其实到最后选的时候 这个因素 蔡英文讲说 民众没有信赖我们 为什么民众没有信赖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不值得信赖 因为你不够诚实 社会上的是非其实很简单 尤其小老百姓 他认为说那些人最容易骗 但是不是嘛 就是你普通的老百姓 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 阿公阿嬷告诉我们的 这些东西 那他理解你刚刚所及的这些事情 刚好都是一翻两翻演的事 他不用很费心去解释 大家一看 就这么回事 你还在硬凹 那在硬凹的过程 蔡英文那种高傲的态度 你还是要讲清楚 你明明淹枉人家了还要人家讲清楚 就是好几次表现这种态度 当媒体他去追问了 他就骂人家四可而止 这是选举期间应用最多的成语 就是这些都是你的傲慢 那到最后 他们说 大家对民进党没有信赖感 中间写民就投国民党 就是你的品格 你的高傲态度 恼入了那些人 所以这是台湾基本的示威之战而已 我不晓得庄 张龙老师同不同意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民进党 这个党 其实他多年来 他们就信仰 没品没格 是他的基本的民进党的胜选的品质 早期不是这样子 而且现在他还交导 他2000年以后 对 年轻的一代也是这样子 甚至于他的支持的媒体 他的所谓的绿营的名嘴 你看大家都还以为他们来选举 就是来讲讲张张话也不敢批评 对不对 讲那个三字经 就是就是他们 他们已经觉得品跟格 是你们这个高调 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内部的麻痹 这个麻痹 在他的检讨报告里面也存在呀 存在呀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国民党选举完了以后 跟民进党选举完了之后 其实这两个党一个赢一个输 可是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让一个没有品格的人 检讨自己没有品格呢 这个为难了嘛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这两个字 你又没有讲出来 所有的败选报告 他又不是让一个胖子 检讨他的胆裤唇谈量 这是太为难他了 他没有啊 他没有他怎么做这 主持人今天这个是一个陷阱 他说两个字 他先把我们先框住了 如果他讲四个字我就知道了 没有品格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是真正在 蔡英文以及他们整个民进党里面 你们在整个败选里面 一定要提出来的 这一个党格和一个人的品格 没有改变的话 民进党是不可能执政的 因为台湾人对这方面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待会再回来看 民进党的这个一个龟山乡的乡长 收贿 当场丢包 当场被抓包 这种事情还真的很少见 我们待会回来